我希望可以一直做最喜欢的事情 我回来只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人就刚刚去做 我自己是爸爸 如果是不做我自己的这个文化传承 那随意来做这个工作 有那个食品感哦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去做的 希望鼓励我们自己的堂兄弟姐妹 可以回到这边工作 然后也可以为这边当地的年轻人 制造一些工作机会 让小百姓入手术的地方 在你上市一定可以创造一个美好的空间 哇这没有满满的 什么是你的满满的 什么是虾满满的 这就是我们大英的地方 对 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呢 就觉得乡镇本身没有多大的分别 过年以后呢我们才觉得 原来Bukitiki本身我们每天接触的东西 它其实就是属于我 我是希望把我们的农作物 像在女人的地方去做的地方 不管大家在哪里 在家乡也好 在外面也好 我们这群人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相信这样子的利养 很多人都认为说 巴肚是一个商城 可是我觉得它在商很优秀以外 我们也想说 把巴肚的一些文化气息带起来 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巴肚接下来 会有更多这样子类似的活动冒出来 所以我不懂我自己的家庭这么美 然后我就心想 到底这地方有多少个 仪宝人 进打鼓的人是知道 自己的地方是这么美的 从那一刻好像有很大的冲击了 肩甲右手 巴肚的空间 在你一样一样好 掌声鼓励 是的 在你一样一样好 欢迎大家见面了 就在4月1号 美梦 星期六晚上9点了 那事不宜迟 现在我们就马上请出 我们的主持人 欧文 叶建峰哥哥 还有呢 制作人 康 江伟 康 来上来跟我们分享 来我们请两位 请 好 请坐 请坐 好 今天又见面了 是的 大家好 我是建峰 是的 那首先先来问问我们的这个 建峰哥哥好了 我觉得你看 这个节目的英文叫做 So Young So Good 好像你每次都跟年轻成 不开关系哦 你这样讲说我很老美 哈哈哈 就是杰森大队长 对 就派完这个Jack时代 然后现在用这个So Good 那其实你觉得这个节目 跟过往拍摄的节目 有什么不一样呢 嗯 我觉得真的是 怎么讲 它不一样的地方 是在于 因为它是 真的是要走入 所谓的社区 各个社区 去发掘一些在地的文化 或者一些特色 其实我们常讲 社区 我们的社区 真的是不缺乏特色 缺乏的是什么呢 就是持续发掘的这些人 那我们很荣幸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 就是 我们制作组 就是 龙埃瑞自我讲 佳琪也在台下 就还有塔库 他们就是很努力的 去发掘了很多故事 我知道有四十多个故事哦 然后他们挑选了 就是只有 大概十几十几的故事 出来 为了就是要让更多的朋友 知道 我们马来西亚 像刚才大家都是会讲 马来西亚真的什么都好 马来西亚在地很多东西都好的 只要你肯去发掘 只要你肯去努力 你是绝对不会饿死的 这些在地青年 或者是一些回流青年 他们舍弃了在国外的一些工作 高薪的工作 回到来 有些人笑他们很傻咯 可是他们觉得他们不傻 因为他们做的是经营的事 对社区的那份感情 对社区的那种 那种爱 我想 想讲有一句 我觉得我们其中有一部分 我们制作人 我们有提到的 就算在节目中 我们说其实本地有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如何去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把我们的家乡 把我们的社区 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 就是在于我们个人的努力了 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这个东西我相信 只要肯努力 就绝对不会 什么说 就收获 一定是会收获的 所以当我今天的节目的时候 其实当初我今天的节目 我有吓到 我也是因为Cavin跟我讲 所以我想讲 为什么是这个节目 为什么是我好 我说 呃 这个节目在地 痒痒好 痒 年过半百 很痒 心境很痒 很痒 我们节目需要大队长来 帮我们痒痒 是 问题是 大队长的体力不是很好 做这个节目要爬山 你们看 爬山涉水 长途八车 从我们而言之 我觉得他在挑战我的机械 我就问我们的制作人 你是不是专门挑 我不会的东西叫我做 举个例子 我不会大脚车 他有一集叫我 搭览是大脚车 巴杜巴汉 微镜跟家座在哪里 其实 他们一跟我讲 他跟我讲 我们大脚车 是不是 我讲大脚车 我说怎么搞 我讲大脚车 他说 OK啊大脚车 还是OK啊 一个前一个后 结果我 两位负责 一个前面看着 一个后面看着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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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 你踏上瘾了 所以看我不肯笑 一块再踏 很好玩的巴杜巴汉 下次去的话 只能可以这个巴杜Campion那边 去 这种导览的方式 我觉得就蛮特别 还有 还有就是那个下水的 你看我没有 有来吗 没有 还有一个下水的 看你看很美哦 排得很划船 很漂亮哦 我在那边 赛了十个总统 我回来 刚好要拍新年的 那个课集的时候 新年课的时候 拍那个时候 你这样黑的 我说我很健康的 我说 因为我赛了十个小时 没有得下船 我的船在中间 一个人 又不是有人在我 为什么四个小时 都是你们那 甚至团队的船有问题 害我一个人的船在那边 不能回忧 我又不会回忧 结果又不回忧 是啊你看 可是据说 其实Owen哥哥 是很怕水的 对不对 我就是讲的 就有一个挑战 我就是怕跌进水 他们讲 不会跌的 很OK的 我们一直说 卡牙很安全的 他又浮起来的 有什么事情 怕我这卡牙就对了 我真的中 我比卡牙中 但是你OK啊 过来也是很enjoy的 就在里面四个小时 所以也是OK 你没有很enjoy 过后是有一点点压力 不过后来发现到 其实 真的是要克服的是 心理的障碍而已 因为我怕是跌水 我跌水 等一下怎么办 我又不会否 我人家就想 他也这么讲 不用怕的 扶住那个卡牙 他会否的问题 我的脑海一直想说 我比他重我 我其实不OK去 那卡牙多重 我一定沉下去的嘛 所以不过还好 是感恩 是没有事情 只是回来那个 我不敢给大家看见 不可以穿短裤 之前 任命人家讲 你们要穿短裤 是清闲的 哪里可以 我的短裤两个颜色 我的脚还没有 还没有 这边是白黑的 这边是白的 两个雷的 到现在还有 你看我们拍了几久 这节目 快五个月到半年 六个月落 人家 小心 我还在拍着 我们拍完了很久 在我们进入后置期 是啊 很辛苦一下 就是我们拍了大概 六到五六个月 但是中间还碰上大雪 大雪里头 差了这么多期 你这样拍咯 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是是是 就是他们拍的时候 哇 一直逼那个齐龙 这个档期不能拍到 那个档期不能拍到 也是很辛苦一下 不过还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对 所以这个就是 诶 这样子来乍听之下 好像每一集 因为总共有十集嘛 据说好像每一集 都有一些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甚至是一些小挑战 特别给Owen 是不是 这座人为什么要 特别这样子安排 我们很多挑战呢 都没有事前跟Owen沟通的 因为呢 我们要谈解惊喜 因为我们希望说 可以捕捉最真实的一个画面 所以呢 所以大家期待看我们的节目 不过这节目有一点 我觉得很特别 就是阿杰 还有跟大家说就是 他用Vlog的方式拍 今天我们新闻西班校 大家看到我都是很 很震惊 这个很搞笑的 他会跟我讲 我可以骂那个导演的我 因为导演如果知道 最后不喜欢的东西 我就对另外一个镜头 他们讲的那个镜头 我都讲 你看他神经的 就要做这种东西 所以导演就 你骂我什么东西 不过我觉得 这是一个不同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蛮有趣的 所以我希望 出来的效果呢 也会让大家有那个 就是觉得 不只是看到一个 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也希望大家 能够学习到很多 很多 节目的方式 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也会听到我们 Crew啊 导演组啊 摄影组啊 会跟Owen沟通的 诶 Owen啊 你吃得饱吗 Owen啊 你笑多点 Owen啊你要什么什么 他就会给了很多的反应 所以他是跟制作主 有很多的一个互动 没有了解 其实就是希望把一种 实景实地的 现实现场的一种状况 把它扮演出来 是 对 我觉得最开心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四字组 每次把Owen推上去 目前的时候 很大的挑战 比如说刚刚讲的 Kaya 然后还有做一些的 手作类 然后过后还有很多的 就是包括说 摄影 我没有去那个 安法那边洗 对 就等等的就是 基本上的就是 我们在平常的生活 我们无法在 真实生活中 度过非常多 这种不同的职业 所以在这两个节目当中呢 我们快速的去 吸收了非常多的精华 了解 那其实当初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一些灵感 想要制作这样的类似 这种节目呢 嗯 就好像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很多人说我们 年轻人嘛 就希望说可以往外去发展 其实我发现 其实我们在地 或者说留在国内 有非常多 很多优秀的一些的团体啊 优秀的一些的青年 他们都为了社区 去做很多的推广 然后过后也愿意说 放弃一些的高兴 留在我们家乡 去做很多的推广也好 爱护我们身边的 这一些的人事物跟景 所以看到很多景观设计 都是来自我们年轻一代的 去努力的去呵护的 所以我就想说 有没有一档节目 可以综合不同的年轻人 然后过后我们 北上南下的去听他们的故事 然后过后 尤其是说他们 对福地的那份热爱 是我觉得上面 让大家知道的 所以就是把他真实的呆演出来了 那据说刚刚好像我们也是有一次画面 甚至还得到一些消息 就是欧伦格格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还流下了男儿女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本来那集不是第一集的 他们讲男哥流眼泪得很好笑 我要放第一集 哎呦我都很讨厌 其实那个是在槟城的 那集是我们制作人导演已经跟我们讲了 一直跟我讲说 我们这个女的个案 这个女生 她呢是感情比较丰富 因为她是因为她妈妈 就是癌症的关系 所以她选择回来 回来她的家乡 去经营妈妈的一些私房菜 她妈妈的这些 所做的一些菜给她 就是做给她家常菜 然后 她就跟我讲 她那些案跟我讲 都是你要控制她 你要控制她 我就嗯可以的 我可以控制的 结果她一讲的时候她们有苦 苦苦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觉得 她的 可以讲一点点内容 又不然人家觉得 为什么我不断断苦 可是她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你知道 有一点 我们这一代的人 不要讲年纪 我们这一代人都知道 以前的食谱 很多是在包涨上 杂志上 那妈妈们就剪下来 黏在肚子上面 黏到满满的 她黏了很多本 她黏很多本 她很自然要拿出来说 我就拿出来 我妈妈拿这个洞 她一拿出来 她就讲 这个果妈妈很香 就是以前的时候就剪 她就讲 这个菜呢 就是我妈妈以前弄的 什么酱 什么菜肴 我就做给大家吃 我做给爸爸吃 我妈妈叮的时候 我做给他吃 她就讲了一句 她说 我就看到 你看这个 为什么我妈妈煮的时候 这个鸡 它是放那个 酱油的 可是这边介绍是放 咖喱的 辣椒的 哦 她说 她说 她很自然 那个我们女个 Michelle 她就跟我讲说 她说 因为 我们不喜欢吃辣 她讲得很自然 她一讲那句 我就 哇 你看妈妈是很贴心的 她知道家人不爱吃辣 她看的那食谱是辣的 可是她把它转成家人爱吃 她讲得很自然 可是我最近有一点 这个就是触动了 对 那个心理 你以为常在这些细节中的一些小感动 真的你不知道的 可是你妈妈 你的家人她知道 所以她忽然想到 我就 她就讲 这样我就一开始要忍 我就忍不住 我以为可以cut的 这个节目可以教我自己cut的 可以了 哦 可以了 她还没想到 就继续 蛤 她眼泪在那边流 导演在那边哭 我们的摄影师也是有在 阿俊一神战士吗 她也是在那边哭 全部人都在那边哭 我心里想 为什么要拍这个哭的 哇 不过我觉得 我们不是为了哭而哭了 我们只是希望 是对 真的 我觉得这些东西 我们是希望能够 让观众 或者让大家 看到也感受到 生命中 很多很多小小的细节 暗藏着很多很多的美好 真的是要我们去 去感受一下 所以整个拍摄过程 大概也会很细腻 我相信整个过程 你看刚刚可能 Owen他为什么会掉泪 大概也勾起了 可能他对妈妈的一些思念 对不对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这个节目里头 透过这种非常细腻的 把他扮演出来的这种感受 让每个人都可以深深的去领受到 这是 对 因为我们做了非常多的R&D 的部分 之前拍摄期虽然是半年六个月 但是半年六个月之前 我们团队包括佳琪 我们都做了非常多的R&D 快也是做了三个月 多到半年内 所以我们就筛选了非常多的个案 所以才有今天的十集的个案 我们今天蛮多个案都有到来的 谢谢你们的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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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既然这么难的 有这个机会吧 好不好 现在我们可以邀请两组的 这个特别的来跟我们 大概讲一下 他们这个内容是什么 然后带出的一些讯息 会不会是什么 好啊 我们就跟他们聊天 是是是 那我们因为太多的事业朋友 没有来到 不过我们就 大概是有选了机会 我们先邀请Jerry 还有 Jerry还有 哲峰 借的会员一起上来 好吗 那现在就把时间交给 借峰哥哥咯 是 OK 是 OK OK 这样 等下就坐在一起 其实很正 他们呢 我先大概介绍 等一下 要坐 没关系 Jerry 你们就是和美妈妈的 这个女 所谓的我们一个小小的 一个食堂 这样子的一种经营方式 不过我给你讲 他特别地方在什么呢 就是你来讲 你来讲一下 妈妈有来吗 有 我刚才看到 他躲起来 他躲起来 妈妈有来 诶哪里 在后 偷偷的 等一下你会上台的 你没有躲的 有躲的 OK 没事 你跟我们说一下 其实他这个特别地方在哪里呢 我们是比较特别 是我们一家的一起经营 这样的餐厅 而且这个餐厅 我跟你讲 拜六礼拜才开的 很威呢 要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拜一到拜五 各自有各自的工作 有的在新加坡 有的在新山 他们在姑姑 对 他们是从贵哥岛上来的 肉佛 最难断 我们马来西亚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去 那时候我在想说 哇 站住山长水远 去到牌 这个就是他们的特别 他们只是周末周日 然后重点是做的东西 是因为他妈妈以前是小学食堂的经营者 现在退休了 还要给妈妈一个 一个对一个 怎么样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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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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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退休的生活这样子吗 让大家一家人一起做东西 所以我们的区名为 贺美食尚斯坛 因为和平美好 又在水上 食堂是我们妈妈 之前在小学食堂做住处嘛 所以叫贺美食尚斯坛 是 所以他们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因为 他们呢 我觉得呢 特别的地方 就像我们之前有跟Tago说 是因为 他们正式办理办开 然后呢 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 要呢 就是给 家人在一起经营 然后给妈妈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让她有 诶 展示她的 这个送医的地方 爸爸妈妈 大家一起做 也是啊 因为 平时的话 我们聚在一起的时间很短 要不然就回到家的时候 就是各自 玩自己手机 但是一家的一起经营一个生意的时候 就 情况完全不一样 会 吵吵的呢 但是 我们的感情会更加的 联系在一起 是 也就好像是说 啊 谁负责是作战啊 谁负责是招待啊 都会有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个案是很特别的一点 那一样 因为 其实我们六 我们一家人是六个人 然后我们每个人 就有负责各行各业 就是我们负责的部分不一样 我是广告宣传的嘛 然后我妹妹是出场上的 然后我的小妹是做蛋糕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 啊 虽然是做不一样东西 但是我们联合在一起 做成今天 是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很特别的 就是真的是 即使在外面 有自己的工作 可是也不要忘记 家是 自己最应该回来的地方 而且 而且 重点是 Google要回去也不容易 我现在发现要走进去 不能够做成了 要走很远的路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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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然后我在心里想 啊 累一下啊 可是OK啦 那个食材怎么办 你要搬食材 我是坐Hot Touch OK 不过想到这一点 还有就是也是Google来的 这两位要劝堡 等等 他们是经营这个所谓民宿这样子的一种 一种感觉 来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个特别 阿峰還有見回 大家好我是來自維格 就是柔佛中的維格 城堡主角的負責人 我是Kiv 我是阿比 我叫見回 然後是我們城堡的話其實就是在我們柔佛南部這邊 是一個旅遊區啦 然後其實它算是一個 從有整20多年的旅遊區 不過可能在馬里西亞的話沒有這麼多人會知道這個地方 因為它還算是一個小鄉村小羽村 所以我也是 有機會來到回到這個家鄉發展 做這個旅遊業的東西 就希望可能 像我一樣 會越來越多年輕人回來到家鄉發展 也是像製作人這樣講的 我們越來越多年輕人回到家鄉發展 然後希望我們馬里西亞會越來越好 是的 要重點的一點就是他們的那個民宿很特別 也是很招呼給你們 為什麼呢 全部新加坡人 我跟你先跟你講 當然特別的地方是 你在那邊你吃 什麼都是 全部都是告訴你 你只需要去就是跟家人在一起 然後跟朋友 什麼都好 在一起 看看那個日出 看一看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最超美的就是一邊 感受一下這個馬來西亞的美 而且重點是他們本來在國外嗎 新加坡 就回來 對 之前在新加坡回來 對囉 新加坡現在有沒有後悔 新加坡的這個對換率很高喔 所以主要還是希望是回到家鄉 因為我們也是很多年輕人 因為靠近過來一條橋就去到新加坡撞行 然後也是在疫情之後的話 很多人跟家人 分開 不過很多人也是因為疫情 他們也是 覺得 家人還是比較重要 然後只是在 我們當地的時候 鄉村 畢竟是一個小地方 人 就業 就業就業沒有這麼多 所以我們也希望 可以越來越多人來 發展我們這樣旅遊業 然後把這裡做得更好 然後我們就不用 再去到別的地方 打工啊 還是去到新加坡撞行 而且他們的 真的我跟你講 他們的 員工 全部都是 當地村人 自己的 而且很多是自己的親人 他就告訴他說 不用出去 回來 其實我們沒有說 不鼓勵你出去闖 有人一共叫說 我已經鼓勵年輕去闖啊 闖 你可以去闖 有本錢你去闖 闖了之後不要忘記 家鄉永遠在 開著本本著你回來 讓你去發展的地方 好 在這邊我們就謝謝這兩位 再也謝謝大家 謝謝你愛人 謝謝 今天你要講一講一句很趣話 你很安靜 今天要講一句話 講一句話 講一句話 大家說話 大家好 歡迎去GoGo 對對對 歡迎大家來GoGo 其實稍微都可以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愛人 謝謝主公 謝謝 謝謝 謝謝兩位 好 另外 還有另外一組 就很快 這一組呢 這一組一定要上來 因為之前主導單位 跟我說是我們的世界上座書 因為呢 他有一個 很特別的 嘉賓 來我們先請 這一組 就是來自 這個 CO2的 我們有請 Oscar和 Saleem 在哪裡啊 Baby 我的最小的嘉賓 不要 Baby不要上來啊 為什麼我要叫他上來 是為什麼他是 最小的嘉賓 他在節目中講很多話 所以我不懂他講什麼 因為我在訪問他爸爸的Soto Baby 一直講完就講完我就跟他講 講完呢我說 Baby的未來就是靠 你們在進來 來我們先掌聲 歡迎Oscar 還有就是Saleem 是 歡迎 是 他們呢是經營了自身CO2的 是一個環保的一樣 一種 以環保的意識呢 就是把環保的意識 融入他們的藝術設計當中 然後來 Oscar來說一說好嗎 謝謝 Excelential 啊Baby要講話 我等一下啊 你Baby我真的要講話的 等一下啊 一直看著製作人 他成功拉低了我們在地樣要好的年齡 是喔 這一樣的個案 本來一個最老的主持人在那邊就很高了 年齡層層一分 拉得很低 謝謝你啊 謝謝 來 Saleem來告訴我們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就是你們做的這些理念是什麼呢 Hello 大家好 所以我們是 一對夫妻 撿垃圾 搞藝術 不顧正業 就是長輩們不太懂我們做的東西 但是我們什麼都做啊 不顧正業 真的啦 不顧正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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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是建築系畢業 然後我們確實有在architecture firm裡面工作 但是那時候 你看他的style你就懂他是搞藝術等等 所以他那時候就想說他有自己的想法要做一些藝術品 所以他就先回到麻婆開啟了這個環保藝術 因為那時候我們想要做創作的時候那個kick來了 但是你想要找材料的時候剛剛吃吃嘛 所以要很捨不得叫你去做一些你的creation 所以你的那個靈感來的時候我們就他就找到他的家裡其實還蠻多一些垃圾的所以那時候就 不是說他家蠻多垃圾的啦 不是我這樣子講 不是我家蠻多垃圾的啦 不是我家蠻多垃圾的啦 幾年的時間在磨碎 因為垃圾真的是很多種 然後如果你要把它變成一個創作品的話 你需要去了解它的厚度 它可以溶解到什麼程度 可以moldify成什麼樣的樣子的作品出來 所以我們確實花了 三年的時間在做 各種不同的一個 嗯 而且我覺得有一點特別就是他們很努力的在推廣這個環保的地獅 去學校辦了很多場的一些這樣子的推廣 比賽啊或者什麼 就是讓他們教我 你知道你們還做了一個馬來摩的那個 啊對對對 然後就馬來摩是 他做了一個馬來摩然後就是 他用那種那個打包飯盒 打包飯盒 他們收拾了所謂的打包飯盒 做了之後 然後就讓學生去把垃圾放進裡面 還有一個海龜的威士忌 那海龜也像他說你看他塞到滿滿了之後怎麼辦 海龜就先行不行 那個海龜的那個 我們做的動物 是要提倡垃圾 我們single use plastic是很多 然後同時 他是本身很喜歡動物 所以我們都有在關注一些endanger species 所以想說如果我們只是做plastic 就很像沒有一個 Story line 所以那時候他就講不然我就做動物 因為畢竟他 會看動物的 muscle 骨頭啊 就看動物 看動我奇奇怪怪的東西 對我來講我是 不能理解 但是 直到他把這個打包飯盒 做出1比1的一個馬來摩的時候 我才知道他每次 在想的東西 在研究在摩索那個飯盒的東西 都是在想著這些動物的結構 是 所以我覺得呢 更重要一點就是呢 我們 就是希望 透過像這樣子 年輕人 在這種創意 在這種創意 記得一點就是 其實很多時候呢 我們想要做任何的一種 創意的東西 我們將他賦予 新意的話呢 其實 這個就是 一條 走出一條新的路 雖然我也不敢問他們說 有沒有賺錢 不過我覺得他們 有沒有想到說是賺錢 為上 重點就是 好開心 對對對 有價值的人生 開心就是讓自己 活得有價值 而且能夠造輻射 我想 不是更重要的 看到小朋友們都知道 他們很容易 get得到我們在表達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那一個 可以 用我們 能做東西 教育 一部分 可以吸收到的小朋友 確實是 還蠻感觸的 因為 自從我們變成 父母了 過後我們才發現 連來小孩子的教育要 注入他們 對的觀念 真的是要從小培養起 所以我們的target audience都是 小學生為主 對對對 好在這裡呢 我們時間關注 我們非常地謝謝 Oscar還有Celine 還有謝謝女朋友 你們要講話嗎 她今天不好意思 剛才是看著 剛剛在後面就一直發表 今天我跟妳講一個分享 一個趨勢之後 我們在訪問 Baby坐在中間 爸爸媽媽在講 我們再講 他一直 他媽媽媽講 好啦 我倒了 結果 結果給他講 他真的 我講什麼講完 我跟我說 他想告訴你 謝謝爸爸媽媽 照顧我們的未來 因為他就是 我們的下一代 環保是為了他們 哇 我覺得妳也是很厲害喔 最後一個 謝謝Oscar 還有謝謝Seline 謝謝 好 謝謝 非常感謝 Oscar 謝謝 當然也非常感謝 製作人Taco 謝謝 當然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的 都有來到現場 因為時間關係沒有辦法 就是 就是 稍後我們會請他們 跟我們介紹一下 稍微的介紹一下 再次感謝 謝謝 謝謝 謝謝